賽前吞下二連敗的忠信兄弟 本場比賽派出黃恩次掛帥先發 面對到統一師的羊頭洛奇 首先來看到一局上統一師的攻勢 兩出局之後 林安可獲得了四壞球保送 占上壘包 下一棒的蘇智傑 這球打到了中左外野方向 落地形成了一支安打 這會是一支常打 一壘上的林安可 繞過三壘往本壘衝 這邊沒有問題 一局上統一師先持得點 取得了1-0的領先 不過兄弟的反攻也來得很快 二局下詹子賢一上來 就選到了四壞球保送上壘 下一棒的蘇偉達 這球打穿了中間防線 無人出局 現在兄弟的攻占上了得點圈 周思琦擺出了短棒 點下去投手接到球 看了三壘要再往一壘傳 這邊是來不及了 這是一個all safe 滿壘的局面 躍動滑這一棒有點切到 不過落點相當的巧妙 那現在蘇智傑接到球之後 要傳本壘捕手 這邊把球攔截下來之後 抓到了打者 二壘這邊是out 不過原先二三壘上的跑者都回到本壘 中信兄弟現在反倒取得一分超前 一人出局輪到林書毅 這球他直接打給了曲田的二壘手 接到球之後傳一壘 抓到了第二個出局數 周思琦還是停留在三壘上 緊接著洛琦再讓陳家居打成了這個右半邊的滾地球 林靜凱接到之後傳給補位的投手 結束了兄弟二局下的攻勢 不過三局下一人出局之後 兄弟的攻勢再起 江坤宇打出了左外野方向的平飛安打 攻占上了一壘 下一棒的張志豪打成了右半邊的安打 現在江坤宇要靠過二壘之後 繼續往三壘來做推進 站上了三壘的得分大門口 緊接著詹子賢又選到了四壞球寶宋 一人出局之後中信兄弟攻佔了滿壘 蘇維達這一棒打到了右半邊 方向落地就是一隻安打 那現在壘包上可能會輕壘 二壘上的跑者張志豪也回到本壘 那原本在一壘上的詹子賢 現在停留在了三壘上 蘇維達這一隻二壘安打帶有兩分打點 周思琦這球打到左半邊 蘇維接殺之後傳回本壘 詹子賢來不來得及?沒有問題 這一個高飛犧牲打帶有一分打點 幫助兄弟擴大領先 五局下洛琦一上來又丟到了張志豪 這個畜生球又開啟了兄弟的攻勢 詹子賢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游擊手nice play傳向二來 不過這個球傳偏了直接傳到佑娃爺 那現在張志豪繞過三壘之後 要繼續往本壘衝 跑回了兄弟的第七分 詹子賢也靠著這個失誤站上了二壘 下一棒的蘇維達又選到了寶宋攻站上壘 周思琦打到了二壘方向 二壘手跳起來沒有辦法接到 那現在原本站在一二壘上的跑者 也要再往前推進了壘包 無人出局現在忠信兄弟攻站上了滿壘 那這個時候 統一師是選擇換上林育青來面對越冬華 這球越冬華又打到了中外野方向 中外野手迎上前來接殺出局 不過三壘上的詹子賢又靠著這個高飛犧牲打 跑回本壘載田一分 接下來面對到林書毅 這球打高了 中外野手已經就定位接殺出局 兩人出局 下一棒的陳家居打到了右半邊 遭到了林安可的接殺 五局打完 現在忠信兄弟以8比1領先了統一師7分 六局上統一師也展開了反攻 林安可在一人出局之後 這棒打到了中外野方向的全雷打 林安可本季的第六發紅布讓 幫助統一師在這個半局 追進了落後的分數 八局上落後4分的獅隊又展開了反攻 蘇智傑一上來就打出了這隻 左外野方向的安打攻站上了二壘 五人出局就站上了得點圈 緊接著蔡奇哲投出了爆頭 讓蘇智傑現在要站上三壘的得分大門口 有機會不靠安打 就可以回到本壘來攻下分數 不過郭富林這球沒有打好 投手接到球之後 選擇觸殺的郭富林 三壘上的跑準沒有辦法往前推進 帶打上來 陳庸基揮棒落空 遭到投手的三陣兩出局 蘇智傑還是停留在三壘上 接下來輪到的是唐趙婷 打到了右半邊 穿越形成了安打 三壘上的蘇智傑終於可以跑回 奔淚攻下統一師的第五分 蔡奇哲面對蔡易璇的時候又投出了寶宋 也讓兄弟在這個時候 選擇提前換上守護神的李正昌來救援 面對到陳昌玉 李正昌用這顆銳利滑球三陣掉的陳昌玉 瓦解了師隊在八局上辦的攻勢 緊接著馬上來看到九局上統一師最後的反攻機會 陳昌玉一上來就敲出了中外野方向的安打 攻戰上的一壘 不過李正昌讓下一棒的林靜凱 打成了這個6-4-3的Double Play 抓到了兩個出局數 兩出局之後 林安可這一棒打得很紮實 球往中左外野方向飛落地 形成了一支安打 那這一球林安可應該可以站上二來壘包沒有問題 在兩人出局之後 統一師隊又攻戰上了得點圈 不過李正昌最後還是用這顆犀利的滑球 K掉蘇智傑守住了忠信兄弟的勝利 中場兄弟8比5擊敗統一師 暫時爬上了第二名的位置 黃恩賜終於拿下了本季首勝 單場MVP則頒給了單場四打點的岳東華 見ательно到阿馬 東華 中場 中場 嗨 布 阿馬 有 小